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第一经今晚公告,财政部已解任公股代表第一经纪第一营董事长蔡青年董事职位,知情人士指出一营董作将由一营的总经理郑美龄站带,金矿董事长将由金矿副总吴英站带,未来可能从学界找适当人选接任。 新政院专案调查小组经公布请傅列雷剑联代案调查结果,新政院副院长施俊吉直接点名,撤换第一经控董事长蔡青年,晚间第一经重大讯息公告,解任蔡青年董事职位,意味着董事长职务也失效。 据了解,知情人士指出一营董作将由一营的总经理郑美龄站带,金矿董事长一直将由金矿副总吴英站带。 至于未来将由谁出任第一经控纪第一营董事长,知情人士表示,继任者并非日前传言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许张瑶可能从学界找适合人选。